众所周知 歌手2020是一档录播节目 所以当第六期落下帷幕的同时 第七期的节目消息也是随之而来 不得不说当打之年确实是非常的吸引人 往往上一期刚刚结束 就能够让观众开始期待下一期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第七期都是有哪些精彩内容吧 首先在第七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迎来三组全新的奇系歌手 他们分别是深入人心男团 Super Vocal 太一 耿思汉 相信看到这份名单 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都是惊讶 深入人心男团竟然是回归了 而这里有必要稍微提醒一下 这一次前来奇系的深入人心男团 Super Vocal和之前在歌手2019 大放异彩的深入男团有一些区别 虽然依旧是由四位深入人心悬收组成 但是双云 郑云龙和阿云嘎 被童卓和高天鹤取代 加上蔡承玉和君洪川 他们正是成团出道 隶属于湖南卫视旗下 唱片则是千的环球 综合来说 四个人囊括了各种类型的表演 实力比起来之前的男团并不会差 不过人气方面可能就会略微降低一些 毕竟郑云龙和阿云嘎 应该算得上是深入人心理 第一季里面发展最好的成员 两位超高的人气确实要强过 同卓和高天鹤 但是也是强得相当有限 彼此之间并不会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不管怎么来说 能够有机会看到这种阵容登场表演 相信观众一定充满期待 而在歌手2020这个舞台上 确实是需要一些美声的点缀 只是可怜了老肖 好不容易凭借着豁免权 造作了一轮比赛 结果到了第七期又要被骑袭了 不知道她是否能够顶住 来自深入人心男团 Super Vocal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 第七期的节目 华成宇将会再一次遭遇齐席 这应该算是比较大的看点了 而选择挑战华成宇的嘉宾 则是起死前走红网络的新生代 独立音乐人泰一 一句黑夜到白昼 15楼真的没有没有 让泰一这个名字席卷全网 各大音乐平台几乎同时遭到霸榜 而之后参加这就是原创 也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到了这么一位宝藏歌手 而且与别大多数的网络歌手不同的是 泰一有点类似于陈丽 这种出身网络的优质音乐人 虽然会被惯于网络歌手的同贤 但是作品却是异常精致 甚至是超过了许多主流歌手 从编曲到作词作曲 混音后期均是独立完成不说 且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 尤其是在取名字这一块 泰一绝对是灵魂选手 天马行空是对她音乐灵感最好的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泰一在曲风上 与话成语有些许相似 两个人都偏向迷幻风 而非舞台上主流的pop类型 每一首歌从开头的第一句 乃至第一串旋律响起 就足共以人入胜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率先了解一下 目前在遇这首歌的评论区 已经有很多刺探情况的 华晨宇粉丝沦陷了 而华晨宇在第七季 则是为观众朋友们 带来了另外一首原创作品 《降临》 这首歌和第六期的神述颇为相似 花花曾经亲口表示 这两首歌是在说同一个故事 属于连贯的两首作品 因此大家可以稍作期待了 有了神述在前面的铺垫 《降临》或许将会引发 全新的听觉震撼 另外老编个人比较推荐的 一个比赛亮点是徐佳莹 在第七季的节目里 她将演唱一首经典作品 《Last Dance》 相信年纪上长的朋友 对这首歌都不会陌生 作为500的代表作之一 《Last Dance》曾经陪伴了无数人 走过情感低谷 具有很强的共鸣能力 而徐佳莹本身也是更适合抒情 接连几场比赛的选曲变化 让观众们看到了她的纠结和尝试 同时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 这位金曲天后的实力 能够驾驭如此多样的音乐风格 确实是配得上 《当打之年》这个主题 至于徐佳莹在第七季 挑战500的歌表演 说实话 成败基本上开口第一句就能够决定 有那味道自然排名不会低 但是如果说 但是如果说只得其行 不得其意 恐怕反而会东施笑评 不过综上所述 歌手2020第七期 还是非常精彩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